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最终法国队和这个阿克廷队会失了最后的决赛 我觉得这是实力使然 而且呢这个摩洛哥队呢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 那么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黑马很难一黑到底 那么传统足球强国两支球队会失决赛是世界杯的历史的规律 孔老师啊两场半决赛呢最终两支世界强队会失决赛 您是不是感到并不意外呢 从比赛结果看出来比赛过程似乎并不是很艰难 您怎么看呢 比如这个阿克廷队和克罗蒂亚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 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 克罗蒂亚队0比3被阿克廷队淘汰 不能抹杀克罗蒂亚队 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系列的精彩的演出 和创造的一系列的奇迹 而且呢 克罗蒂亚队可以说是一支非常强悍的欧洲的球队 也不能因为0比3被阿克廷队淘汰 就把克罗蒂亚队说的一无是处 可是那为什么又不轻松呢 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 梅西自然是广大球迷关注的焦点 而这梅西呢 年华逐渐老去 他的反复突破的这种次数明显的减少 但是他的精彩的技术和丰富的大赛经验 确实在支撑着梅西 支撑着他领衔的这支阿克廷队 那么阿克廷队呢 也在梅西的带领下打得非常顽强 心无杂念 并取得这个领先 可以说莫德里奇领先的这支克罗蒂亚队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心态出现了失衡 导致比赛结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也是上天 给了阿克廷队和梅西一次充灵的机会 对 就像孔老师所说的 克罗蒂亚队是一群老男孩 他们顽强的精神非常的令人感动 那对于梅西来说呢 热情热亚热血 最后一定会获得热烈盈眶的权力和能力 梅西依然是所有球迷关注的焦点 那法国队为什么会大胜之前 如此强悍的摩洛哥队呢 我觉得摩洛哥队 已经拼到了自己最好的一个结果 那么摩洛哥队呢 可以说是强弩之步不可穿武稿 已经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那么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他们拼得太凶了 导致自己的很多球员和主力球员呢 因伤无法出战这场比赛 而且呢也耗尽了心理 做到了自己的极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摩洛哥队碰上了攻防俱佳的 魏美军军法国队 确实难以抵挡 虽然没能打进决赛 但是摩洛哥队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历史 而且关键是 他们这些球员在世界杯上的优秀表现 成为了摩洛哥 很多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我觉得这次的比赛过程 对于他们来讲 尤其对于摩洛哥足球来讲 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 远远超过了本场比赛的本身意义 听华老师这样说 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所有的坚持呢都有意义 无论最终是否问鼎 只不过能够说一声 问心无愧 能够有一个发心笑的人 他们的字典里 从来都没有放弃二字 没错 这也许呢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也是体育哲学的一部分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同看世界杯 感谢北京同仁堂家卫逍遥丸 永胜和阿娇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再见